股草和股饼的比值低是什么原因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贾小冬 陕西省中医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 股草和股饼的比值低的话 这是一个 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问题 如果说您的股饼股草都数在正常范围之内的话 它的比值低这是正常的 这个是无需关注的 如果说您的股草和股饼两项指标都高 但是它们的比值还是小于1的话 证明您的是股饼转压煤身高的比较明显 股饼转压煤身高明显的话 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肝脏的急性损害 比如说病毒性肝炎 酒精性肝炎 中毒性肝炎 在急性损害期的话 它都会出现小于1的情况 就是说如果您的股饼股草转压煤 都是正常的范围之内的话 它两个比值小于1的话 这是不需要关注的 如果说两项指标都是比较高 它们的比值小于1的话 是需要来进一步检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